人生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般若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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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跟各位一样,我只是一个凡夫 我35岁出家,今年58岁 之前我做了很多坏事 因为我很有福报 赚钱、读书、生小孩都比别人好 然后呢,因为我是搞旅游业、搞建筑业的 旅游就是玩嘛 建筑就是赌啊 那时候我有一点点福报 但是等我有了福报以后,我觉得很痛苦 为什么?我妈妈生病 我对她一点帮忙都没有 然后出家不是我的意思 出家是算命的跟我讲的 反正每个算命都看到,你是出家人跑去结婚 这个乱讲,还有一个摸到我骨头 你是佛骨,怎么跑去结婚 骨头跟出家也有关系嘛 那后来我都相信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因缘业报 但是等等我,等我真的想了解 已经了解出家的意义的时候,却出不了家 因为太多的障碍 所以我终于有机会出家了 那我现在的心态很简单 各位听我讲佛法很浅 因为我以前就是没有听到佛法 如果人人都可以从小就听到佛法 简单的因果道理,我看人人都会做好事 所以我现在很积极的 就像我今天跟我们妙举法师面说 哎呀,拜托,多讲一些佛教儿童故事 翻成英文 人一听到故事就欢喜听 最好还学我很喜欢唱佛歌 我以前有唱,现在老了不能唱 唱什么,月亮代表我的心 要改成佛歌,谁不会唱 因为我们以前到监狱 你讲了老半天还不如唱歌 那些受刑人就 哇耶,人家基督教有唱,你都没有唱 你们每次只要念阿弥陀佛 就还念要死了,念阿弥陀佛 有道理,有道理 唱佛歌,唱得很高兴了,在讲佛法 所以我的出家徒弟很多是死刑犯 重刑犯 但是我现在的讲法 我也希望各位能够这么做 把佛法给你的亲戚朋友 把佛法给你的下一代 如果你的下一代学佛了 这个世间就更多的佛教传播出去 但是佛法要简单容易吸收 就像吃东西,不好吃千万不要拿出来 吃东西是马上有感受的 对不对 佛法听到对方的心里 要马上有感受,叫甘露 甘露,你要能够让别人感受到佛教的悲心 简单的说,有一个同学问我说 师父为什么你要念阿弥陀佛 我说你不懂,叫我爱你 我念阿弥陀佛是问你 健康快乐将来解脱 是吗?那你就直接讲我爱你就好 那不一样,我爱你不够力 阿弥陀佛力量大 你要以这样去讲 阿弥陀佛什么意思 你要很简单 为什么 你不能就把一个人为了要开车 就要研究怎么坐车子 那谁会开车呢 我发觉现在研究佛法有两批人 一批人就每天在研究得很深 然后到时候不会用 碰到老公有外遇,马上阿阿阿阿 你读了很多佛经啦 读了很多论啦,不会用 所以各位要半功半读 读了一点点赶快用 我要去实践它 实践它 什么叫处理心 什么叫大悲心 所以我每次都叫人家 阿弥陀佛 各位以后你要吃饭 不拿一点点饭 或是一点点面包丢出去 请问你有没有慈悲 没有 那你还图论 你还读得很高 那你这样不行 要扎扎实实的 每一个动作都要想到慈悲 像要洗手的时候 你用阿弥陀佛法 念观音灭业障咒 这个水可以消众生业障 你每天念三遍大悲咒 在洗澡 这个水也可以帮助众生 你每天念三遍大悲咒 在讲话在骂人 那身影都有功德 像我每天都在坐飞机的 一上飞机我就开始观想本宗 欧玛丽别迷糊 一上去每个人都看我们这个光头 见即解脱 你要去吗 见即解脱 因为我不能给他看我这个 他们看我 我就会变成观音菩萨 变成噶玛巴 各个让你见即解脱 因为不舍众生 你不能说你坐我的飞机 我坐我的飞机 我这一次 我去欧洲 然后再到英国 再到这边来 我发觉这边虽然好像很安静 但是有一点 个人主义很强 好像有一点 我们叫习习相关 他们叫习习无关 我跟你没有 反正个体独立的 那不行 各位 你如果修大乘佛教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你那一边就是我这一边 我们在台湾 他们经常问我哪一档 我说你哪一档 我就是哪一档 因为我跟你站一边的 所以我还要修好他心痛 他想什么 那是因为不要跟对方 而且各位要观修 看到蟑螂我变蟑螂 观音菩萨的法门就是这样 你变什么他变什么 你不要高高在上 对方低低在下 不能有这个 要有一个同理心 同理心是最容易正如空性的 而且各位念佛的时候 最好观修你在地狱念佛 你在恶鬼道 很认真 知道吧 最好各位真的要几个人带一带 魂牧区 我那天我去曼彻斯特 看到全世界最大的魂牧区 我终于找到我的道场 杀不完的米 我每天都关修 我为什么要环游世界 因为我每一个地方我去过 我就会把它放在我心里 这是干嘛八交的 那边的人事物都是我心中的 我要为他而努力 所以对我来讲很重要 所以如果你没有去接触过 你就不会爱他 就像各位你有去接触过他 你就会关心他 所以不能舍弃众生 如果各位今天有福报 能够移民到加拿大 你很有福报 应该世界要走一走 下回请我们妙境法师 带我们去非洲好不好 那边需要的 很多老菩萨跟我约好 要去莫斯科 我莫斯科还没去 大概其他都去完了 每一个地方我都要去 要去接触 你不去接触 你就不会产生缘分 悲心 然后你去接触 了解他的苦 他的乐 然后你要开始 天天意念他们 关心他们 我想我们今天大家聚会了 以后我回想给你 你回想给我 而且我比你需要更大的功德 因为我背负了 我是三恶道的 各位你点一个灯 那个奥密托佛 记得回想给海盗法师 不是给我 我会帮你转出去 所以我每次我到哪里 拜托替海盗法师 多修一点功德 不是水也好 香也好 我们把这个功德融在一起 布施给众生 所以你随喜我功德 我随喜你功德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但是话又讲回来 世界包括佛教内部都是不圆满的 但是佛法是圆满的 但是世界虽然不圆满 你心圆满就好了 佛法不是在做什么的 因为你心圆满 将来你的世界都圆满 有缘众生就会到你圆满的世界来 现在不要批评 不要对立 不要排斥 各位在加拿大有缘 加拿大就是我们的母亲 加拿大的土地更是我们感恩的对象 所以加拿大的优点我们要学 这个叫上求佛道 加拿大的缺点我们要慈悲 这个叫下滑众生 每个人身上都有他的优点跟缺点 一只动物也好 所以我师父叫我观察狗 他说修行就要像一只中狗 我说有道理 不能退转 我师父叫我看蟑螂 修行的那两个蟑螂的胡须就是智慧 观察一切在动 所以原来每一个悟命都有不可思议 你可以成为学习的对方 所以我想各位我们这样一批人 两三百个人坐在这边 如果你跟对方交往 你就能够了解对方的优点 他的优点是你跟他学习的对方 他的缺点是你把他弥补的地方 所以感恩对方让我们卑制双运 你这样来看待一切 所以各位要把你的心变成戒律 为什么 我规定我 我老公再不回家 我也不生气 这个叫戒 那你要跑到妙精法子里面发愿 师父我老公再不回家 我在你面前发愿 你做证明我不生气 OK受戒 因为要有人帮你做证明 不然你还是会发飙的 不然你改不掉 不然你改不掉 江山易改 接下来呢 本性难以 你们都知道 你不发愿改不掉 像我们叫三妹夜 找了自己的师父发誓愿 我如果有这个心态 我堕落地狱 不然改不掉 我师父跟我讲改不掉 我的台湾的师父如虚长老 32岁才出家 他出家的第二天拿一个棍子很长 交给我的师公真华长老 他跟真华长老说 师父啊 我32岁啊 军人退伍啊 讲没有用啊 要用打的啊 所以我把棍子给你啊 不然我改不了了 我的师公跟你说 好 你明天去找任俊长老报到 三年之内离开他 你就不是我徒弟 任俊长老不是用棍子 任俊长老是用这个 嘛